刘云当头,我是维尔 继续高校,我是秋子 天马行空,我是鲁鲁 是的,今天我们的机会走廊要聊一聊 当然是跟机会有关系了 但是我们谈到机会走廊了 一般上谈的不是工作就是创业了 今天我们选择是创业 那我们,我相信你们两位里头 听说就是秋子曾经创过业,对吗? 那种狭子的事情就不要来讲 可是我们还是有策略的 因为创业最重要就是要策略 创业要策略 诶,这个说得好 那你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首先我创业 我的策略就是我要把它倒闭 没有,没有,没有 首先我们创业 因为我们是合伙的嘛 我们是两,三个朋友 我们三个一起合伙 然后就开一个二手店铺 然后在这个JB Talks这个平台呢 就售卖二手货物 我想问你创业辛苦吗? 其实还好诶 还好,就是 主要就是你需要维护一下 可能你的网页啊这样子啊 因为你放上网嘛 然后你就要可能上去 然后可能你就一直要留言 那时候就是如果你一直去留言的话 那你的帖子就会在上面 然后就给人家注意到 所以你觉得创业不是那么辛苦的? 不会啊,其实还蛮好玩的 因为一般也是那种小资本啊 所以就是小朋友的玩法啦 小朋友,过家家旧啦 我们别提一算 我们别提一算 今天呢,我们就不要再在这个班门面前弄斧 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呢 就有三位 都是年轻有为帅气高大的 这些帅哥来到现场 他们也是自己创业的人 这个企业家 我应该这么称呼了 叫企业家了 所以呢,在现场有的是Podglasses 创办人 有大豪和厂红 对吧,没念错你名字 对吧 那还有就是Kactela的创办人 就是Eddie 我叫你Eddie,可以吗? 好,打个招呼吧 你们没有声音出来 嗨,还没睡醒 还没睡醒啊 一个一个来 来,就是Eddie 先说打个招呼一下 嗨,我是Eddie 你们知道什么 要知道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聊 还有另外一位呢 这个也不太爱说话的 嗨,我是大豪 大家好 还有厂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厂红 是Podglasses 是,如果你们不说话 我们认不出你们的声音 因为大家的声音都不一样 你们听得出我声音 跟你们不一样吗 对不对 对 是,很好 感觉上大家都好像很拘束一样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没什么 我们就聊聊天罢了 我们先可能先 既然Eddie坐这边 就先聊一下你的Kactela Kactela 让我猜一猜 应该是做蛋糕的 对不对 听说你今天有带蛋糕来 对 带了Tiramisu给你们 是啊 谢谢 等一下我们就来试一下 Tiramisu 带蛋糕 带蛋糕的嘉宾都是好嘉宾 都是好嘉宾 那你首先是要谢谢我 因为我很不要脸的打 的话过去问他 不要带蛋糕出来 你过来一定要拿个蛋糕过来 对 一定要带个蛋糕 顺便打个广告 对不对 如果你不拿蛋糕过来 还不会开门给我进来 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 蛋糕你自己做吗 对 你自己亲手做的 现在有人帮我也是 有我的舅舅跟我的爸爸 但是你自己懂得怎么去做蛋糕 对对对 自己 从几岁开始会学会的 其实我毕业的时候 我去大学读书 就是我就学煮菜 Cartinary 然后我就 我是学怎么煮 我不会做蛋糕的 然后我毕业过后 我就想开始自己的生意 只是我没有钱 我没有这个 capital capital 所以我就想看到 有什么生意 我可以从家 小小做起 就我看到人家 就在家里卖蛋糕 我就觉得 我都可以跟他们一样 我可以从家 慢慢做起 因为不需要钱 只是 所以我就这样子 打算从家开始做蛋糕 所以我就 花了一年多 我出去帮人家打工 学来怎么做蛋糕 他们当时 他们一年给我 一个月给我 我的薪水是一千两百块 我有一个degree 我花了七十钱 来读一个degree 很好啊 你还是拿比 最低薪金来得更高 最低薪金之前是九百块 现在一千块 你的钱也不错 现在也不错 然后 学了不久 我就 我有得空的时间 我会做R&D 然后我就慢慢start 我的business part-time 就到现在 应该有五年了吧 首先是full-time 你start up你的business的时候 是通过网络去卖吗 对 网络、Facebook 那时Facebook还不是很流行 多少年前 五年前 五年前 你那个时候是几岁 五年前 我现在是二十七年 应该是二十二 二十二 就是大学毕业 就是你的那个cullinary 毕业过后 我毕业 我做工大概两年这样子 两年 然后才开始去做 所以五年了 那你是在多少年过后 才开始开你的店 你现在有一个店面吗 其实我们有个工厂 工厂 然后我们就上网卖 现在还是一样在上网卖的 所以你觉得网上经营和一般现在传统的backery 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我觉得home made比较 因为很多backery 因为你要租一个店 你的money expenses会很高 所以他们一定要pre-read很多蛋糕 他们要做变很多蛋糕 所以人家可以走进来买 所以你做变你的蛋糕 它不是很新鲜 所以是way stage 对 也是way stage 没有这样好吃 因为不新鲜 所以我们从家 我们online卖的就是 会新鲜 因为你order才开始做 那时我们可以guarantee它很新鲜 所以是order过才去进行 对 然后我们可以focus在我们好的东西 比如说我是你order online 但是你也可以得我们的蛋糕 我们有supply给cafe 所以我们做我们会做的东西 就是我会做蛋糕 我去卖蛋糕 人家会卖咖啡 他们卖咖啡 所以我们这样子一起合作 一起做生意了 就做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 对 那我倒想问问就是另外两位了 是pot glasses 大豪和长虹 两位 怎么止来止气呢 不用这样客气的 都可以说的 就是想了解一下 其实pot glasses主要是做眼镜嘛 对吧 对 我们还是主要帮人家配眼镜 可是是比较detail一点的 比较detail的意思是什么呀 可以说是 从你的lifestyle开始 你适合形象上 不单只是单配戴眼镜 是从形象上 然后你的眼睛 度数上 然后还有你的生活习惯 打扮习惯 从可以说A到Z 所以这简单来说 是一个比较fashion的这种方式 来去推广这个眼镜了 是吗 对 你用这种fashion trendy style 这样的方式来推了 对 那一般上 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为什么选择眼镜这个行业 据我所知 眼镜行业其实挺竞争的 当然它profit也挺高的 只是说竞争是非常大 而且过往呢 有很多眼镜店 开了就关 做的不是很好 我自己本身呢 是在眼镜行 差不多七年了 所以你是optometric是吗 optician optician 在这一行七年了 就好像你所说啊 我可以看到 开的很快 关的也很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些不同一点的方式 在眼镜这个行业 不创新一点的东西 就跟普通眼镜店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七年 做过种种不同的眼镜家 有遇过不同不同的方式 都看过不同的方式 而我觉得我一定要创造一个跟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怎么让人觉得有不一样呢 因为这个现在的眼镜市场啊 其实走的路线也跟你说的差不多 也就是说就是大家会以一个你今天 我知道有一些某某眼镜牌品牌 他们也不是卖的很贵 可能就百多块就可以配了一副眼镜 对 而且他们也是强调的 也是像你说的 可能是周末用的 或者你是在上班用的眼镜 或者是就是他们分的很细 就一个你的形象 你要走一个什么路线 什么形象 在什么时候用 就好像你穿衣服一样 已经走到那个路线去了 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你的你的突出突出来呢 segmentation 你要怎么把它分别出来 market segment 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还是一个你们的市场的策略吗 有啊有啊 所以我们initially我们这个眼镜是漂亮online的 online 所以因为我们之前觉得什么东西都上网可以订购嘛 incomments是什么东西可以买 唯有就是眼镜会比较少 对吧 因为毕竟到最后眼镜boys 所以你需要的还是要一个愿光是什么 你愿远 对 那个所以online是我们一直都会想办法把它搞好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除了一个比较好的online以外 我们也还会跟其他不同的品牌做cross collaboration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其他的market 这个是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initially我们也是觉得fashion很重要 就好像跟你所说的什么眼镜配戴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到其实马来西亚人 还是有很多只有一副眼镜 而且他们也是非常看重这一副眼镜 然后到最后他们还是觉得那个眼光是很重要 所以你会发现到 你会发现到就是很多人还是习惯去老店买眼镜 所谓老店 就是我爸妈也从小到大都带我去那间店 因为那个眼光是已经熟悉了我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是会把这一点做到很 做到比较强 就不单只是靠fashion 也不单只是我们从来不动不碰那个价钱 就价钱fix了就是fix了 因为你会发现到很多人都会go into price war 是 现在price war 其实很多年前都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以前 因为我以前很小就戴眼镜了 然后做到的眼镜这个我也可以分享 因为我也是戴很多眼镜行 所以早期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 爸爸妈妈带去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眼镜店 然后做你的那个镜框选择也不多 所谓fashion也不谈fashion 总之让你不会像盲人看东西这样就可以了 看得清楚就重要 所以就这样子走过来 然后直到在好几年前就出现了某一些一种 一种fashion 香港的那个品牌开始著名过后就走fashion了 才发现眼镜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而且他们也把价钱拉得非常低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觉得是眼睛的price war就开始了 眼睛开出一个全新的眼镜时代 就变成大家是一个可能一百二十八块一百三十八块 就可以配个眼镜啊 甚至他的镜框也很漂亮 品质也不差的那种 那个时候开始就到现在就变成这样子啊 那我个人觉得其实眼镜行业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在这个行业里头 所以有问过确实是他的那个profit是还不错 但是呢竞争也相对比较强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走这个fashion呢 主要是因为让他变成像服装这样 可以每天再换 或者是你每一个时段都可以戴不同眼镜 这样子他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 一路有sells 但你不可能跟FMCG比啦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毕竟还是吃的 你每天在用眼镜不可能 所以在面对这样竞争的状况之下 你们这种策略到 其实你们做多久了 我自己本身在 你说七年多 我就说你们这个行业 就是你们自己开的 对这间店 是去年一月吧 我们是开始 有online开始的 online开始 我们的website开始 之后 但是你们只mineframe吗 online 也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强调的 只是 你买眼镜呢 可能一些比较稍微低一点的速度 度数 那些 打个比方就好像你去 你车坏了 你去见你的 mechanics 他跟你说 这个坏 那个坏 这个坏 还有什么坏 你是不是每一样都要换 对吗 因为我们不会啊 对啊 他讲什么我们就要听啊 跟眼镜一样啊 你进到去 你只是说 哦 那个眼光师跟你说 你这个坏 那个坏 你一定要拿这样子的镜片 是 你会不会买 呃 这个就要看 因为镜片有不同的价钱 嗯 现在我们大家一般人的心态 会这样子看 反正镜片戴上去 我看得到就可以了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些人不是每天看电脑的 嗯 这个可能他就少了一个卖点 但是如果是看电脑 就说哦 因为这个可以遮到辐色啊 有一些什么coding啊 什么之类的 对 嗯 嗯 所以 这个啊 我要强调的是啊 我们也很强调在烟眼这一方面 啊 不单只是在帮你佩戴款式 怎么搭配 在烟眼这一方面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啊 我们有蛮多客人 呃 是买别边的框 是 可能在我们店选不到框 可是镜片一定要在我们这边配 是 是在烟眼那一方面 因为我们 go into很details 你的lifestyle 是 你用你的眼睛 在什么 距离是最长 最长时间 啊 电脑啊 paperwork啊 还是你是 运动的啊 司机 你需要看远很清楚啊 你晚上还是 呃 下午还是 早上 开车会比较多 啊 所以这个我们也很 很 emphasize 最主要 就是service 对不对 这个我很认同 我进去 就一样啊 反正我们optician说的 客人听了都 哦 我这个超高了 这个不准了 哎 这个高了 你一定要这样的精品 其实我们 在生意上一定要老实 是是 真的真的 而且而且 除了service 我们也把老实夹在一起了 是 就是一个一个 你可以reliable 对不对 嗯 我发现到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我会 呃 当艳演师说的比较仔细 而且他跟你分析很多的时候 他会 站在你的立场 帮你想的时候 你反而会相信他很多 而且他的advice呢 你会 you're going to take it 你一定会 会听他的advice 他跟你说 这样子的晶片可能会适合你 或者他甚至告诉你 你这个镜框带起来是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可能 不太适合 加这种晶片 在你的 你的这个 镜框上面 也许他会这样子说 我会听 一般我会相信 所以我觉得我认同你说的 艳演师这一块 它是跟 客户建立一个信任的这个关系 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的车的 brake坏了 你换不换 你换啊 换啊 我没得选啊 你眼睛有一点问题了 你还是得换啊 啊 像那个那个 那个mechanic跟你说 你的brake坏了 啊 他其实还没坏 啊 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 导致你的车 有问题了 啊 你还是一定要 有一个情况 我们作为人 这个情况就是 你照顾你的车 多过照顾你的身体 你信不信 对吧 很相信 我们愿意花钱在车 你都不愿意花多几分钱 在你的身体 对吧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健康上是很难看到的 对啊 你不会feel到啊 所以你说眼近一点点 没关系啊 反正我只少了两度 我只有那个距离 我看不到 我走近一点我就看到了 它是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你对车子不一样 因为你每天要用 所以很奇怪 人就是很奇怪 这种不关紧要的事情 你反而愿意花钱 有这种现象 所以可能我相信 你们都面对这样子的 一个难度 要去怎样去 给service 给的更好 不过如果像Eddie 这样子 你做的是这种 算是FMCG了 你跟他们稍微有点不一样 他们走的是fashion 但你走的是 是属于吃的 每天 所以 你有没有面对一些 在customer service 这些方面的 你需要更加强更多 因为他们的行业需要很多 对 但是我们觉得也是差不多一样 因为你讲service 你 我们会 因为我们比较年轻 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也是很年轻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不同 我们要 跟我们 跟传统的shop 或其他人分开 所以好像我 怎么讲 我做了这样 有人向我order 很多人跟我讲 不如你做一个online order form 我就讲我不要做online form 因为你做online form 你就是要跟机器讲话 今天我要盯这个蛋糕 我后天 我要写这个字 这样子 就没有一个relation 所以我就会放一个我们公司的电话 是一个手机电话 所以他们可以打电话或者whatsapp给我 来盯蛋糕 当他们盯蛋糕的时候 我会趁这个机会跟他们做朋友 跟他们开玩笑 讲话一点 或者打电话 就跟他们这样子沟通 那你沟通了过后 你就会有一个 会制造一个感情 一个relation 就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 还有多一个就是我们 好像闯红 我的老婆 像她买过眼镜 就 我们也会做一个full out service 他们也做 比如我会 因为我们做有酒的蛋糕 酒精每个人的 怎么讲 有些人喝很多酒 有些人喝很多酒 所以那个酒精 level不一样 有些人会觉得很强 有些人会觉得不够重 所以我会follow out 每次人家订了一个蛋糕过后 我就问他们 那个蛋糕怎么样 好不好吃 ok吗 有什么feedback 你可以给我在进步 人家就会跟我公司 好像最common的feedback 就是你的蛋糕酒太过重 有些人会讲不够重 就是我们就从这点 我们会拿一些feedback 然后我们会自己想 自己想 ok 其实我的蛋糕 我的酒都要放多少 多重 但你认为会custom made吗 比如说像 我不做custom made 不做custom made 对 因为我知道我的强项 我的弱点是custom made 我的手 怎么讲 我的handcraft 不是很好 那我不说handcraft那个部分 我就说它分量 ok 比如说像你提到这个酒精的东西 可能有些人觉得 哇 这个酒我觉得太淡了 有些人觉得这个太重了 或者有些人对酒精敏感 那这样子的事情 那当你给到这个feedback过后 以后他才订的时候 你会因为这个人 对对对对 你有那些资料 你会有记录下来 因为我们是whatsapp 我们whatsapp 所以whatsapp你可以说你的details 那样 昨天有个customer跟我讲 他太过重 那个味道 那个酒精太过重 我就讲 不好意思 有可能下次你order的时候 我会记得帮你减少一点 然后就forever每次customer订了 我就会也跟他们讲 下次你order的时候 如果我忘记 你提醒我 你来过我的 你买过 我就会帮他们加料 你怎么做你的记录啊 这个我比较好 就靠whatsapp 因为我们有自己一个 我们register一个公司的电话 好像我的手机电话 就全部communication都是whatsapp 然后但是有print out的吗 没有没有 全部是whatsapp 那假设如果今天 你的电话不见 或者 我就假设他出来的电话不太重要 这个曾经发现过 发现 发现 发生 所以我怀疑不到 没关系我怀疑不到 所以我怀疑不到 所以我们电话 我DID上就坏了 只是幸好whatsapp 有backup 你可以backup 你的message 所以我redownload 我的chat room 就全部details在那边 但是你没有用一种 paperwork来做 还是key in 进电脑说 那即使是whatsapp都好啦 但是记录方面 我不懂 因为我对whatsapp 可能我也不是那么熟悉 就一般的用法 有时候你要找一个人的资料 比如说如果我做一个paperwork 我key in 不是paperwork 我应该明白你的问题 就是我怎么找 很容易嘛 就是你像我order 你一定会用你的电话号 对我就跟那个电话号 走 所以你介绍 就马上找回去了 对 就可以看我们以前讲的话 是什么 所以现在你看 时代都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些customer的 一个record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种科技的方式来做 那你们其实都是有在做 网上的这种 这种售卖 其实 刚刚刚刚就是eddy提到 就是这种personal touch很重要 在你们的行业 我相信也是更重要 那personal touch这一方面 会不会有时候 会很难做到的部分是在于 你怎么去记得每一个客户 因为客户可能即使买过眼镜 但是他不是常来 他不像eddy的可能一下子 一个月就回来 一个月就回来 那种可能会比较多 但是你们的重复率不是那么高 所以你们怎么记得这个客户来过 除非你们有记录 但是一走进来 难道你们马上是记得吗 还是要再走回去看他的记录 我觉得他们的记忆力很不错 因为刚才他们在吃早餐 特别的咖啡店 过目不忘 所以我见到我一个朋友 他们迟到了 不好意思 塞车 所以他们过来 他们看到那个customer 他们认得到 诶 这个是我们的customer 其实这些也要强调在你 有没有把那个客户当作是你的朋友 把客户当成朋友 就你聊得多 你了解得多 但当然他的名字 你只要想一个三秒 就可以记得了 就可能捷径了 有点点错误了 不过期嘛 都记得了 因为这一行在眼睛行业很重要 这一点 我发现到都是 因为我接触了一些眼睛行业的 这些艳艳师 或者是比较熟悉的 他们确实都叫得到我的名字 可能我名字容易记 太容易记 因为你样子容易记 我样子好记 对 你样子 看你样子就知道 这个又来了又来了 你看又一堆怪问题 很多怪问题来办 对 所以可能就 也许是你们这个行业 是不是真的很需要 要记得 也许是你们的行业 很personal touch 很personal touch 那就是 记得他名字 然后 怎么样 你所谓personal touch 一般上你们怎么做到呢 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东西 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到 你那记得名字叫personal touch 对 不只 你要多少了解一点 它的行业 因为我们在艳艳那一方面 我们多多少少 会go into 它的行业 来判断我们要怎么样选一个最理想的眼镜给你 从那边我们可以聊得更多 所以你们面对创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有吗 就是开始 谁先说都可以的 就是你们想说 创业一开始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 当然 钱我相信可能是一个吧 钱是问题吗 先对你们来说 开始创业的时候 好这个就不谈了 钱是最困难的 那你们怎么找到 OK 那怎么谈找到钱 开始 你的应该像AD的 就 你说是直接就online 对 但是还是要一个资金啊 也不用 因为我从 怎么讲啊 因为刚开始 没有什么人会向我order 然后 都是身边的朋友 对 我开始的 我妈妈以前她都 她有做蛋挂 她自己做爽 所以还有一个小小架的阿文 可能一个 应该四五年前的hand mixer 很烂的 很烂的 我也用过这样 所以我会慢慢做 如果我用到那hand mixer坏了 我就买一个比较好的 坏了我就买比较好的 就这样子慢慢的进步了 就一步一步来 我们inventors 我们叫这个lean startup OK 就是不要一下子放一大笔钱 你慢慢慢慢成长 只是我们会到一个地步 我们就想 我们几乎可以成长得更快 就我们从那时开始 就刚刚好很多咖啡店都在开着 只是他们只会做咖啡 他们不做蛋糕 就我就开始会找那些老板 我会做蛋糕的 你要不要试看 在这里卖 所以你就是拿着那个蛋糕 一间一间cafe去问 对对对 就是我们就拿蛋糕 我会放那sample 在那边 就放我的name card 他们就call 我帮我加钱 那个condition everything 我就跟他们谈 所以从那边慢慢开始 但是你做蛋糕也叫成本吧 都是来自自己的储蓄 不会多 因为它像我们都是 都是面粉 糖 都不是很贵 还OK 就是我以前 我记得我刚开始 我银行有四千块 我就从那四千块慢慢用 所以你的start up capital 就是四千块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家里已经有那些用具 所以就简单来讲 也是大概几千块start up capital 对啊 也不会很多 问题是解慢成长的快 解慢成长的不只是快 也要make sure你的quality也在 但现在有没有其他investor 还是自己 就是自己来做啦 那两位呢 另外的我们的pods glasses 我觉得我前面遇到的困难是 遇到对的人吧 遇到对的排档吧 就是没有找到对的排档 这是最大的难题 前面我花了蛮长时间 去找一个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想做不一样的东西 在眼镜行业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service 不一样的那个方式 我也拖了蛮长时间 谈过不同 几个不同的partner 你怎么define所谓对的partner 大家要可以click到啊 然后我们可以discuss到一个 因为前面遇到几个都要做回 总觉得一定要做回一样的 传统的 传统的 那遇到对的人 我脑花了蛮长时间 在找一个对的partner 然后 我们在谈 before before开始呢 那个是我第一个难题 最大的难题 然后 刚刚开始 资金 也肯定是问题啊 嗯 嗯 然后 因为毕竟你们也是要拿很多frame 进来那些都是一个成本 但是glasses 我就知道应该可以不用拿那么多 因为毕竟有order 才可以 就out type order了嘛 对不对 嗯 这是一个 但是我反正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自己做生意 没有partner 可能比较自由 不用烦那么多 但是partner那么多 有时候会不会也是一个烦恼呢 就是人多意见多 这个啊 不行啦 我这个我不agree OK我们再换其他方 换来换去 拖了很长时间 但是像Eddie这样 他马上可以做决定 因为我就是老板 我哇塞西 这个哦 我最大呀 所以 像你们两位有没有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partner ring 来说 有 其实我们常常有面对这样的情况 吵架还是打架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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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开始一个 business的时候 你没有一种 你不会有一种东西叫做partnership agreement的 你没有东西是写的black and white 你只能够口头上答应的东西 再加上我们两个已经认识很久了 我们认识了22年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只是 因为我 我有一个idea 他也是有他的idea 然后我们就 刚好这两个idea可以mash在一起 就start 所以很 initially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 个人的岗位都是很firm的 他是on operating 演演全部东西 然后我会是on marketing 跟on business development 这样子的情况下 所以 即使是这样firm 有时候有一些decision 你还是要讨论 还是会有多多少少少 意见不合 但是至少我们分的 自己的岗位分的很清楚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两个partners 就已经很足够了 再多一位就没有必要了 像你们讲 make一个decision 比如讲 是不是based on 那个问题 是在于谁的department里面 这样子来 谁是have a final call 这样子一个概念 啊 most of them 就是讲如果是这个问题 是在operation的问题 那final call 就是operation的负责人 来负责啦 那如果是business的 就是跟你负责 也会讲 也会说就是我们已经 习惯了大家做事的方式 然后也是觉得 都是很credible 你已经是很有资格 去做这件事情了 比如说我们要找新的machine 还是我们要找 怎样 怎样 improve我们的customer service 全部东西 这样他都会有一个答案了 然后他只是 现在我们做的方法是 他只是需要跟我说 哦我会这样子做 然后如果我说到marketing 我会说 哦我这一个月要跟谁做collaboration 就跟你解释而已 就跟你说而已 然后我就做decision了 就我们很 幸运的很快就达到这样子的做事方法 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 之前会比较 会蛮多问题啊 是因为我身边一些在做partnership的partnering 他们都常常会面对 像你说的一些 decision 最主要是decision making 这一方面 因为很多时候你意见很多啊 对不对 最主要还是那个字 嗯 就是那个 要balance 对吧 就是要balance 没错 那当然像eddy 这样你有partner的吗 没有 就是我的爸爸还有 算是你的partner 因为他 其实他退休了 他没有什么做 我就问他 你要帮我做工吗 你要帮我做工吗 而且他ok啊 结果他变成你的员工还是partner 严工啊 严工啊 只是身边一个爸爸 他都会教我很多东西 before我要做一个decision 我会找他来谈一下 是 当然他会有他的意见 他意见有可能会比较传统 是 只是呃 呃我也会接受一点点 就慢慢的想过 才我会做一个decision 有没有吵过架 有 就是因为你们的生意 一定刚开始会吵架 因为比如说 我爸爸他不会做蛋糕 我是会做蛋糕的人 嗯 但是呃 身为一个爸爸 当你在你儿子的面前 你一定要 或者你孩子面前 你一定要 呃 一定会说你是superman那样 你什么都会 懂 因为你是 你是他的爸爸 是 所以每次是我刚才讲的东西 他会有一点点 不爽 还是 就在蛋糕这一方面吗 对对对 他这样做错 他做这个方法好像是错的 他就不赞成 但是他不会做啊 他怎么能够给你意见啊 不赞成他 你可以看他样子不爽 哈哈哈 他要做好了 因为昨天父亲节 哈哈哈 所以你随便就让他做了一个蛋糕了 然后自己吃就算了 这样子啦 这样子啦 但是现在我们做了 蛮久了一下 OK啦 我了解他了解我的style 好阶子啊 好阶子啊 好阶子啊